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Gin 你懂的 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千道两个字打在屏幕上 言归正传 这个手机微云台啊 很多手机也都加入了这个电子防抖的这个年代 那如果你是在用手机做vlog的朋友 你还需要买手机稳定器吗 答案是目前来讲是需要的 毕竟手机的电子防抖还没有办法做到像GoPro那个防抖级别 只要你晃动剧烈 画面还是会抖到你想吐 那么手机稳定器的选择面那么广 你该选择哪一款呢 在这个稳定器同化非常严重的时代 其实各家稳定器在稳定效果上 其实说实话是十分的这个难分伯仲 那感觉效果其实都还真是差不多 但是上周我拿到了这个家伙 它是来自这个浩瀚卓越的VR智能AI手机稳定器 我在想什么都敢叫AI 现在手机稳定器也来搞一个AI 这里面到底加入了什么高科技的功能呢 在说AI功能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防抖效果怎么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那防抖效果还是蛮好的 那接下来特色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顶上这里有一个小摄像头 那外加一圈补光灯 如果你是拍Vlog或者是做直播的朋友们 这个功能就是你真的需要的 那首先长按顶部的这个开关 红灯亮起说明摄像头已经打开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对着它做出一个OK的手势 它就能对人脸进行识别 从而对你的脸部进行跟踪 不论你走到哪里 它都会跟随你的脸部 保证你的脸永远处在画面的中心位置 当你想要停止这个功能 只需要对着它做出手掌打开的姿势 就可以停止人脸最终了 它的好处是在于你不用担心你在拍摄中 脸部会有粗化或者是不在中心的问题 那还有一点是这个功能是不需要连接APP来使用的 也就是说当你打开这个摄像头之后 它就会自动的识别被拍摄者的脸部 并不需要从APP上去框选人物的脸部 那其次如果你想进行竖拍 对着它双手大拇指向上 它就能变成竖拍 那回去横拍 双手大拇指向横侧 那便可以回到横拍模式 另外这个补光灯有三个档位 当你自拍的时候如果光线不够 可以打开它来进行补光的操作 所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设计 将这款手机稳定器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 那如果高度你觉得不够高 也可以另外购买这款智能自拍杆 将它延长 那同时这些按键也可以在自拍杆上进行操作 那它也是一个三脚架 最后关于它的APP 里面预设了一些骚操作 一键生成很多酷炫的智能短片模式 那总的来说这是一款性价比很高 也是可玩性很高的这么一款手机稳定器 那么对于爱自拍和直播的朋友们 一款可以跟随人脸的稳定器 对于提升你的拍摄上一定是事半功倍 好的那关于浩瀚卓越VR手机稳定器的测评就到这边了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如所试试 那我是靖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